嗨同学们 来这里开始呢 是C 就是组合的部分 那组合跟排列最大的差别 就是顺序的关系 排列呢 第一个选出来的 跟第二个选出来的 跟第三个选出来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跟第三名 他们是有顺序的差别 但是前三名有没有差别 前三名就是这一个team 一个组合 那就没有差别了 可以吗 就像说 出去参加比赛 第一名可以得到十万块 第二名可以得到五万块 第三名可以得到一万块 那 你得第一名跟 我得第一名 是不是就有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你得到十万 或者是我得到十万 那是不是就不一样 所以这就是排列 可是对于发奖金的人来讲 他有没有差别 没有 因为他就是要发出十六万出去 他就是要给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 给你们这三个人钱 谁拿到 对那个发奖金的人不重要 这就叫做组合 所以要把 谁拿第一名的这个可能性 把它除掉 因为三个人排出前三名的话 是不是就是有三阶层总 可是对发奖金的人来讲 这三阶层总 这六种情形 都是一样的 就是发钱给你们三个人 只是谁拿得多 谁拿得少 对他来讲没有差别 好 这就是排列跟组合的差别 来 那我们来看这里的话 他是要算 C8取3 好 C8取3呢 就是 先从排列开始嘛 八个选三个出来 所以8 所以8 6 8往下数 数三格 然后接着呢 要除以三阶层 所以就是 3 2 1 来约分 所以 8 7 5 16 好 第二小题呢 C12取10 这个呢 就有点多了 我要写 12 11 19 8 7 6 5 4 3 我是不是写到昏道 好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另外一个 这叫做什么 选不选 要不要 来我们今天走进压蛋糕店 还有12个蛋糕 然后你走进去跟老板说 我要买10个蛋糕 我选一下 诶 这个不错 诶 那个好像也可以 这样子 这个也要 那个也要 你是不是就是 要一个一个挑 挑到10个 可是呢 换成另外一种方式 你从12个蛋糕里面 你要买10个嘛 所以你是不是就是去挑 两个你不要的 这样是不是就很快 跟老板说 这个 那个 我不要 其他的都来一个 懂吗 所以这就是我讲的 要不要 12个蛋糕里面选10个要的 跟 12个蛋糕里面选两个 不要的 是一样的意思 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 好来 C12取2 来 12往下数两个 再除以2 接成 约分 我们得到的答案呢 那就是溜水溜 结束咯